其實我們經常在問說我們到底有不曉得也是緊急我們自己現在身處的社會狀態 過去的20年裡面 其實我自己是經常 我自己對台灣理解常常是台灣社會理解常常是我做了社會學家 接觸到的那個數據之後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說原來台灣可能有六成以上的民眾支持反核或者是支持同志婚姻 那這些數據到底都在哪裡呢 目前台灣歷史最長的就是台灣社會面前調查計劃 這是從1984年85年開始 當然各位可以了解這麼長時間計劃裡面有些有很多問題 包括數據面的問題包括問卷包括人工 但是基本上我們現在有一個這樣的數據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在幾年前呢為了推廣這些數據呢 軍愛媛老師召集了全國人 其實是非常優秀的學者寫了一個台灣社會面前的評券 然後呢這裡面各位可以看到實際上我們也做了一些數據感情 比如說人口和家庭 在比如說 有一個例子我比較喜歡用的比如說像這個 你覺得下列行為有沒有錯夫妻不合離婚 在1984年有超過一大半的人 五成多六成覺得離婚是錯的 可是呢到了2015年各位跟本市六十一的人 台灣人覺得離婚沒什麼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結構 對婚姻各方面都非常多變化 包括投票行為 我們會選出一個女總統 這是一個二十年前做問卷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沒有人會這麼問 所以這個我們的問題是怎麼呢 問題就是說 看到剛才那一件事情 聽起來可能你們會有興趣 可是它的界面它的視覺化非常高對吧 所以就導致的後果呢 是因為我們沒有問題 所以那個報反率就很低 所以我們希望呢 在這裡再多建一層視覺化的範圍 就是說在最內層是一個 要建立一個對數據使用者很方便download使用 然後就是一些舊的的內層 在中間層呢 是要去更新那個微跡 讓那個微跡看起來更有趣一點 在最外層呢 是需要做一個 把這些社會變遷數據視覺化的動作 如果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人對婚姻的看法 到底是過去二十年被畫得多大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我們的數據 然後呢把它視覺化 那我今天其實已經帶來一個 我的助理前兩天辛苦整理了二十年 我們每五年一個card 跟card來的組織很像 就是每五年 一個統計比例 一個變量 然後呢 它是except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個 已經有一個mega的data在後面 所以我們希望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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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數據直接把它拿 今天就可以做做看 我們什麼樣的事情 好 好 謝謝 好 莊宏 欸 你的那個只有在隨身碟上 沒有在網路上 好 那等一下就會有人把它 用剛才那個Excel 2 變成CC 然後變大可以使用 好 所以請來幫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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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